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基本上土地税常考的就是地价税还有土地增值税 这两个税几乎每年它已经是必考 所以重要东西我们一定要先掌握住 再来就是说不管是税或者是费工程收益费 我们一定会有它基本的税机 税率 税额 再来就是歼面 罚者 有这些每一个税或者是费 它一定会有这几个基本的东西 请各位同学务必一定要在我们考前 把我们每一个地价税 土地增值税 房屋税 契税 工程收益费 遗产税 赠余税 还有我们的所得税法 普动产交易的这个部分 全部的税 税机 税率 税额 监免 罚者 这些重要的重点 先把它给整理出来 重新的做一个快速的一个复习 再来考古题 我们考古题里面 我们之前已经有上过的题库 又有上过的总复习 所以基本上有很多题目 其实看来看去 考来考去 重要的都还是那些东西在做一个变化 所以请各位同学去留意一下 最近三年考过的题目 已经考了哪些东西 剩下的他旁边的一些重点的一个条文 请各位同学去留意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 土地税这个部分 我来跟各位同学分析一下 考试出来 其实罪法里面算是 我们地政室四个主要的科目里面 在给分数算是给的最松的 算是给的最松的一个科目 那我们就先轻松的来聊一下 就是说我们考试出来 土地税 如果他真的有考计算题 你就不用去带太多的法条 带太多的条文 基本上把每一个算式 你到底在算什么 在旁边稍微备注一下 就是这样子把答案给算出来 基本上我是觉得说一近几点 要考计算题的机会 说真的没有很高 就算真的有计算题 都是很简单的 基本你法规你法条 你有备 他就是叫你把法规法条写出来 用一些简单的数字 让你加减乘除这样子而已 所以各位同学不必太过于恐慌说 如果考计算题 我数学不好 我怕计算题 其实基本上 这个部分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 好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是 简单来带几个 重要的一个观念的一个题目 来跟各位同学 再一次再一次的来提醒 说考试到底 他到底都是怎么考 怎么出 怎么问 好 我们看一下 老师给你们的讲义 第一个 他说请说明 是说明 不动产交易 所得税 土地增值税 弃税 或者房屋税 他的课税 标的 这个题目 其实很多同学 在考试 不是你们法条没有被守 可能70%的考生 70%的考生 其实你们对于法条 其实你们是守的 但是 你 你守 但是你对于 题目 你对于考题 你对于考题的提议 你对于考题的提议 你是问号的 你是看不懂 题目到底在问你什么东西 就像我给你的这个题目 这个也是历届考题 他问你说 什么叫课税标的 你们看到课税标的 你们又开始 在问号了 到底什么叫课税标的 或者是 你们每次看到 什么叫主题 什么是课题 什么是法律效果 有时候你们是不懂 题目他到底在问 到底是在问什么东西 那像这个 课税的标的 所谓的课税的标的 白话文来讲 白话讲 就是你到底 对什么东西 可遂 这个叫课税标的 那主体 什么是主体 主体 主体就是所谓的 比如说 纳税的主体 什么叫纳税的主体 就是脚 脚碎他的医务人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其实不是你们 真的不熟 其实你们有背 但是因为你题目看不懂 你不知道他会问什么东西 尤其是像这种题目 题目你们看不懂 又是放在第一题的 你看到第一题 你自己就慌了 慌了之后 你后续你就会乱掉 考试 在这边考前 我们因为今天是考前叮令 我们考试 各位同学 我们第一阵式的考试 主科 我们主要的科目是考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写四题 1.5个小时 是不是就等于90分钟 那90分钟我们把它写四题 一题差不多在于22 我们写一题的时间 差不多22分钟 我们一题 写一题题目22分钟 我告诉各位同学 其实你们看到题目之 你们看到题目 你们不要说 老师我22分钟 我写不完一题 一定是可以 其实你不用用到22分钟写 我跟各位同学讲 其实你看一题题目 一题题目你用五分钟下去思考 17分钟去写 当然 我不是叫你们说考试的时候 拿一个马表 开始在那边按 五分钟到了 我开始写 17分钟到马表按 不是这样子 只是我大致上 就是叫你们稍微抓一下时间 为什么要练习做考古题 就是练习去抓我们写每一题题目的时间 所以这题题目我写了 已经超过了22分钟 我写了超过22分钟了 拜托你赶快停下来 放下徒刀 赶快收尾 赶快把它收一收 不要再写了 赶快先把它给收尾收掉 等到你所有的题目写完 你有时间再来再回来补 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一题题目上 你这题题目你写得再好 你也是25分 拿25分 25分而已 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题题目上面 那我要说你用五分钟去思考 就是说你看到题目之 你看到题目之后 拜托你冷静 冷静再冷静 冷静一下 把题目稍微看清楚 想清楚之后再下笔 其实在考场上 我看过很多考生 他们是怎样你知道吗 好像在打仗一样 题目一发下 赶快一直写 好像写很多 但是一下子之后 你就开始听到 在刷立可待的声音了 就开始在那边刷 那你知道 立可待一刷过 尤其是你考试的时候 你会紧张 立可待一刷过 你要写立可待又很容易破掉 你会越写越丑 所以考试的时候 假设你真的 很多东西你写错 不要用修正带了 不要用立可待了 直接尺 尺拿起来 比如说 你这一段 你这一段是写错的 你就是尺拿起来 画两条线 把这一整段都把它杠掉 这样子就好了 不要再去吐了 因为你吐完之后 你吐完立可待 现在比较少人在用修正 再用立可摆 再用修正液 大部分都用立可待 但是立可待有时候涂过去 再写上去很容易会破掉 因为你的笔会把 那个修正带会把它刮起来 所以你如果很多写错的话 就直接这样子 尺把它划掉就好 各位同学 你们不要那么天真 这样子划掉 你不要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你原本用蓝色的笔写 你拿红笔出来把它划掉 我这只是画给你们看的 一样就是你用什么笔写 你就用什么笔把它划掉 你不要拿红笔出来把它划掉 这样你会零分 一样用蓝色黑色 看你到底是用蓝色写还是黑色写 就是这样子把它给划掉就好了 不要再吐了 你这样子浪费时间 只拿起来划两条线 表示杠掉的意思 这样子就好 提醒各位同学 好 那回到我们第一个题目 我们既然知道说 课税的标的就是对什么东西课税 所以不动产交易所得税 不动产交易所得税 他所课的是不是 就是105年1月1日以后取得的 房屋土地家房屋 还有那个可以合法建造制造的土地 再来第二个就是地上全房屋跟预售屋 第三个就是股份 公司的股份 他的一半以上是由不动产所组成的 如果移转一半就视为前面的交易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房地合一税 他的课税 他是对什么东西去做一个课税 那像我们土地增值税 是对什么东西去课税 是不是对以规定地价的土地 他去做一个课税 那他的时机点是在于 他移转或者是设定点权的时候 去做一个课税 房屋税 再来气税 气税就是对于说 我们所有权在做移转 气税就是在我们所有权 我们对于所有权的取得 我们所有权的取得的时候 在于没有课征土地增值税的时机 我们就是课征这个气税 那房屋税 房屋税就是对于房屋 房屋税条例里面 他有定义什么东西叫房屋 什么叫做增加房屋 这个价值的建筑物 我们对于这些东西 工 营 工作 营业 工作 住宅 住宅 住家 使用的这个建筑物去做一个课税 这个就是他课税的他的标地 所以第一个考试出来 记得题目先看清楚 题目看清楚思考个五分钟之后 想不出更好的解题的方式 就可以下去下笔了 所以五分钟就是让自己把题目看清楚 思绪稍微沉定一下 不用急不用慌 剩下在写的时候把重点写出来就好了 很多同学他在写题目的时候就是废话太多 他会觉得说他想要去补充一些东西 其实你不用去补充 先把答案给写完 你要补充 等到你四题都写完之后 有时间再回来补充 请不要 拜托各位同学 请不要在那边乱补充 因为有时候你的观念不正确 你的法条没有备手 你乱补充分数越补越低 好 如果有写错 写错很多的时候 记得就是直接斜线两杠 把它划掉就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题目 顺便跟各位同学提醒一下 在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这边最主要就是 跟各位同学提醒一下 我们地价评议委员会的组成 那地价评议委员会的组成 在我们平均地权条例有修法 修法之后 原本我们的地平会 我们的组成是由 由什么 民意代表跟公正人士所组成 那后来 一直被人家诟病说 你们政府都打假球 什么叫民意代表 什么叫公正人士 都是你们自己在讲 所以他现在就修法 修法之后把民意代表给拿掉了 因为行政机关本来就是受民意代表 民意 受这些民意代表所监督 所以根本地平会就不需要再由这些民意代表来组成 还有 什么叫公正人士 以往这个公正人士 他的定义 太过于不严谨 太过于笼统 什么叫公正人士 到底谁 谁才公正 只要你们是政府部门叫的人都不公正 所以说现在他修法之后 就是把这两个把他给拿掉 把他拉进来一些 就是跟我们地政 跟我们法律 跟我们都市计划 不动产估价有关系的这些专业人士 把他给拉进来 而且这些专家学者的比率 一定要超 的比例 一定要超过二分之一 还有因为两性平权的关系 任意性别不得少于三分之一 这个是一个修法之后的一个 一个新修法之后的一个规定 我不知道会不会考 但是因为我们地价评议委员会 他会跟我们的地价 跟我们的地价 比如说规定地价 或者是重新规定地价会有关系 所以第二题题目 我就是把相关的东西把它拉进来 顺便跟各位同学提醒一下 我们的地价评议委员会的这个组成 修法上有感 不知道会不会考 我不知道 但是请各位同学稍微留意一下 好 再来 再来第三题 第三题这个题目也是一样 是修法后的一个超级大大大重点 就是以往我们只有都市计划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我们要做遗传的时候可以免征土地征值税 但是因为在我们司法院4-779号解释了以后 我们的土地税法39条的第三项 跟第五项 我做了一个修法 在第三项跟第五项 我们做了一个修法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非都市土地如果有做公共设施使用的这种状况底下 经需用土地人他提供了一个证明文件 而且你的土地已经完成了适合该公共设施使用的编定的时候 一样我们可以申请免征土地征值税 这是这个题目第一个跟各位同学提醒的一个议题 这是第一个议题 第二个议题就是说 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去浏览一下 当时候这个试制 这个试制当时候 他觉得里面不合理的理由 他理由在哪边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去留意一下 再来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 你所谓的免征土地征值税 其实免征这两个字如果以我们说法来讲 所谓的免征土地征值税 这个免征是指我们的原地价 我们的原地价它其实已经产生了变动 我们已经随着这一次所有权的移转产生了原地价的一个变动 所以 而且是有合税的 只是因为法令的规定把这个税符给免除掉 比如说征收或者是征收前的协议架构 都是这样子啊 你实际上所有权有移转 那我们的原地价 原地价就是原规定地价 或者是前次移转时核定的公告限制 我就把它简称做原地价 其实这个原地价都已经把它给 拉到 拉到什么 拉到我们本次移转的这个时候 而且并把这一段的地价的涨幅 有合克一个税付出来 只是说因为法条基于特殊的理由 基于特殊的背景 把这个税负 把这个税额给免除掉 这个叫做免增 但是呢 我们从我们的土地 所以把第39条 不管是都市计划的土地 或者是非都 非都来看的话 他这个免增 其实他本质上 他的本质不是免增 他的本质叫做 不克增 什么叫不克增 所谓的不克增就是 税付的地言 克税的地言 就我这一次 我的所有权产生的移转 但是我基于特殊的理由背景 我不克你 我不克你土地增值税 你的原地价 就是原规定地价 或者是前世移转 移转时 核定之土地 公告限制 其实还是停留在 前面的那个阶段 并没有因为我这一次的移转 来把它拉到现在 所以他原地价 还是停留在 原规定地价 或者是前世移转时 核定之移转限制 还是停留在那边 这个叫不克增 这个叫租税 他的地言 克税的地言 等到下一次我要再移转的时候 假设说 没有符合不克增的时机的情况之下 我再一次的把所有的土地增值 给缴清 这个叫不克增 所以就我们第三个题目来讲 就我们第三个题目来讲的话 请各位同学留意一下 我刚刚所讲的 我刚刚所讲的那些 关键的重点 关键 请各位同学 务必一定要厘清一下 还有 还有就是把条条文的用语 用字 关键字 一定先掌握起来 先把关键字给掌握起来 好 我们翻过来 第三页 第三页上面那边 我就有给各位同学一个补充 十百元四至七七九号解释 当时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解释 一个解释文 那在于说我们原本这个第三题 这个题目 我在这边跟各位同学补充一下 这个题目它其实它就是在讲说 我修法之前假设说 我的非都市 非都市土地里面 我 编为交通用地 一半给县道使用 一半种植果树 这样子我在税负上 到底是要怎么课 它的税负上到底是怎么课 所以说 在修法之前 虽然我编为一般农业区的交通用地 我的用地别是当道路使用没有错 但是因为修法之前 并没有所谓的免征土地政治税 这个条文 所以修法之前就是照样克税 至于说 我种果树的这个部分 就是看说 这个部分我能不能就是说 其实这个部分 我是属于当作农入使用 那就看有关机关 它怎么去认定 假设说我是当农入使用的话 因为我们的农业用地 做农业使用的办法里面 有农入的这个项目 这个是可以符合合法农用证明 可以申请不克征土地增值税的 所以这个题目大致上 在解题的方向还是围绕在于说 你一定要掌握住说 我们修法之后 非都市土地 他要申请免征土地增值税 他的要件到底是如何 在以上补充这个题目 再来第四题 第四题也是一样相同的一个题目 这两题都是最近考试 考试出来的题目 所以我相信说 我们今年如果说睡法 我们睡法很有机会再延续 这种出题的方式 请各位同学 务必一定要把适用的要件 所谓的适用的要件 一定是公共设施使用 而且这个公共设施使用 到底是谁说的算 一定是要虚用土地的 一定是要有有关的机关 出一个证明出来给你 最后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非都市土地 我们有编定使用分区 跟使用地的类别 那使用地的类别里面 每一项都有规定 它到底它是要做什么样的使用 所以今天就算你当公共设施使用 假设说你的用地别 跟你现在使用的不相当的话 你一定还是要先申请 这个用地别的一个变更 变更成 跟你现在的公共设施 相同目的的使用之后 才有办法来做 这个免征土地 征止率的使用 这个相关的观念 在我们上证课 还有总复习提护班 都一而再 再而三地跟各位同学 你们来做一个强调 所以这些请各位同学 务必留意 务必留意一下 那相关的解释 理由 我在第三题 第四题里面 我都有付给你们 我都有付给你们 你们再好好的回去 如果真的忘记了 再回去好好的看一下 好 再来我们 第四页 我们讲一第四页 这边 第五题 第五题 这个题目 题目超级长的 题目超级长的 重点 重点在哪边 我就讲重点了 就好 所谓的我们 土地经过重划以后 土地重划以后的 第一次移转 我们是不是可以 减增百分之四十的 土地增值 所以重划之后的 第一次移转 好 那如果说 原本有一个人叫做A 原本有一个人叫做A 他有一笔土地叫甲地 他持有持有持有 持有到某一天 政府在这边做了一个 叫重划 时间的经过 他做了一个重划 那重划之后 他这个A 他在这一天 他死掉了 他的土地 由B继承 之后呢 这个B 随着时间经过 到某一天 他又把它给卖给一个C 好 这个题目 他就是来问这样子 假 他持有土地 土地有经过的重划 重划之后他死掉了 死掉之后 由他继承人B继承 之后B 他把它卖给C B卖给C的时候 有没有适用 重划后的第一次移转 减增土地增值税 百分之四 这个题目 他就是来问这样子 好 那基于 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他有没有适用 没有 什么理由 很简单 叫做法规 调吻的本身 调吻本身的文艺解释 因为他是说重划之后的第一次移转才有简单 重划之后的第一次移转是发生在这边 继承 继承登记也是所有权的移转 所以重划之后第一次的移转是发生在这边 所以B他在移转给C 他是属于重划之后的第二次移转 所以他不适用减增 第一个理由是这样子 好 那第二个理由呢 其实第二个理由是从他当时候重划之后简真他的立法 他的立法意志 他立法的美意 就是说我们的土地 是不是经过重划之后我们的地价就会上涨 所以重划之后我们地价上涨 假设说你如果出售的时候 你的土地增值税就会较很多 但是因为你的重划 你又有负担 你又有重划费用的负担 那你在移转的时候 又要把你地价上涨 又要克重税 会让我们会反对 土地要做重划 所以当时候立法的美意就是说 你不用怕 你做完重划之后 你的地价虽然上涨 但是你在你要移转的时候 我会给你减升 所以当时候的立法用意是这样子 所以 你原本是A 那你这边已经做了第一次移转 而且你这个继承的移转 你这个继承的移转 其实已经是是什么样 它是免增土地增值税 什么叫免增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说过了 你前面的这一段持有其境的争执 我的原地价都已经拉到死亡当起 所以说我的原地价 其实已经随着继承 已经又产生了变动 所以你到时候你要卖你的增值 就只有这一段的增值的幅度而已 所以就立法意来看 其实你这个继承之后的移转 根本不是在我当时候我要保护的一个范围里面 所以就是这样子 这个题目 我用这样子来分析 就是让各位同学比较好了解 比较好记住 这个条文 再来后面 后面又有提到说 你什么样的状况叫做依法限制建筑 什么叫依法不能建筑 这个部分请各位同学稍微留意一下 所谓的依法不能建筑 依法限制建筑 不是只有在我们的土地税法里面会出现 有可能也会出现在我们土地法里面 好 所谓的依法限制建筑 就表示说 比如像征收 重化的限制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 在法令规定的时间里面 你不能做建筑而已 它不是无限期的禁止你 但是呢 你如果是依法不能建筑 就表示说 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政府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我要限制你多久 就是我要到这个土地 它的那一个不能新建的那个状态消失 所以我在后面我就有举例说 比如说 你像你在易受海潮海啸清洗洪水泛滥的地方 或者是有土地崩塌 像比如说像我们的园 我们的山区 我们山区有一些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他们自己本身 他们本身可能都是在部落里面 他们在那边居住很久 他们是觉得他们很安全 但是因为我们经过历次 921还有什么八八风灾之后 其实山区它的土质都很松软 所以那个部分山区 我们就是都是目前来讲 都是依法不能建筑 因为也不知道说 这整个地址 什么时候会变得比较稳定 所以那个叫不能建筑 因为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点 就有点像是 有期徒刑跟无期徒刑一样 依法限制建筑 就是有期徒刑 就是我限制你一定的时间里面 不忍而已 那依法不忍 不忍 你就是不忍 怎样不忍 什么时候忍 不知道 就是有点像是无期徒刑 这样子 这样下去寄 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也不知道会不会 这种考题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 但是如果出来 考试出来 这基本上都只是一个解释名词 五分 五分的解释名词 记住老师跟你们讲的观念 写得出来 五分至少可以拿到三分 不要浪费分数 好 接下我们看一下第五页 第六题 第六题 这个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我觉得说该考的东西都考到差不多了 剩下 这个第六题 这个题目 他就是说 我们在持有 我们就是每两年 重新规定地价 那我们重新规定地价之后 假设说我们的土地的申报地价 公告 我们会公告地价之后 申报地价 我们申报地价 假设说我们变高了 变高之后 我们的地价税就会增加 那 土地增值税里面 我们土地税法里面就有规定 就是说 我们土地在持有期间里面 假设说我们如果有增角的地价税 在我们移转的时候 可以扣抵掉我们土地增值税 最多可以扣抵5% 5% 以5%为限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持有期间 如果预有规定地价 重新规定地价 造成我们的地价增 造成我们的地价上涨 我们有增角地价税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是可以扣的 那相关的规定就是在我们土地税法 第31条的第三项第四项 还有我们一个增角地价税 底角土地增值税办法 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我们考试 考出来的题目 不是说都考到很困难 但是在四题里面 有可能会有一小题 或者是一个小半题 他会考得比较偏利点 因为他想要把这个区 把这个区别 把这个识别 能力好跟坏的 会做一个区别 所以说考试的题目 不是说这个题目出的简单 就是一个好的图体方式 其实题目出来出的简单 你不用高兴 其实你要担心 因为其实题目出的简单 表示说每个人都会写 接下来就是看谁写的 比较漂亮 所谓的漂亮就是说条文 忘记的比较少 条文引用的是正确 写的 今天有一个人 他条号写的出来 条文一字不漏的写出来 结果你没有写条号 你的条文也写了八成 那你考试出完 你会很高兴 就觉得说 这一次考的题目 我都会写 对啊 你会写 但是别人写的比你更好 所以考试的时候 我就说 好好先思考一下 这个题目该如何来解 再去下笔 不用 不用觉得说 这个题目好像我都不会 还是怎样 就自己看了 就乱了 不管题目困难 简单 拜托各位同学 不要急得下笔 先思考 思考完之后 再来下笔 下笔 写重点 写法条 写重点 其他的不要乱写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六页 第六页 第七题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之前蛮常考的一个题目 就是说 夫妻之间的赠语是得三请不克征 土地征职税 那像这种很基本的考了恩赐的东西 各位同学 不要去跟他赌 不要去赌他说 这种题目考烂了 他不会考 这种叫做 很重要的东西 该背的东西还是要背 所以我还是放出来 跟各位同学提醒一下 就是说 配偶互相赠予的土地 他是可以申请不克征 土地征职税 但是呢 他在下一次移转的时候 他的原地价在哪边 他的原规定地价 或者是前次移转的时候 核定限制 这个拜托 按照法条 条文的规定 尽量可以把他背熟一点 那他的法律上的意涵 法律上的意涵 就是刚刚我跟各位同学 所讲的 我们土地征职税 有不克征 有不克征 还有免征 不克征原地价是停留在原本的地方 免征是我们的税已经有合了 只是把税额给免除掉 所以我们的原地价就是拉到我们移转的当下 移转的当起 就所谓的不克征跟免征 还有 再来顺便提醒各位同学一下 我们土地征职税还有一个叫 祭存 祭存跟不克征 其实在本质上都是属于租税的一个底言 那因为我们祭存里面 有在税法里面有规定到的 有规定到的条文 其实很少 那稍微去留意一下 既存这个名词的定义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八题 那第八题也是一样 重要 重要的一个名词定义 什么叫 自用住宅用地 其实 有很多同学在考前 他们都一直 因为 我们现在网路上 我们网路啊 还是 我们网路上的资讯都很发达 考试之前 你们可能都会一直 去找一些 什么叫一生一次 什么叫一生 一屋 重购退税 就会去看 去找这些东西出来 去网路上 还是去找这些 什么叫一生一次 什么叫一生一屋 背了一堆口卷 其实这些东西 应该是说 在我们刚开始接触 我们的土地睡法 我们开始练习考古题的时候 可能各位同学 必须要自己 就要整理好 把它掌握好 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那为什么 我在讲自用住宅的时候 我要特别 拉这种东西出来讲 其实它的本质上 都是从自用 住宅 所衍生出来 如果没有自用住宅 有这些东西吗 没有啊 这个每个嘛 都是跟自用住宅 有关系 所以 你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自用住宅的定义 摸着你们自己的良心 什么叫自用住宅的定义 你们真的熟记了吗 记得 自用住宅的定义 它是 其实它是这样子区分 法条 它的架构 它是先把它分成 去把它解释 什么东西叫自用 就是 所有权人 它去把它定义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来做定义 自用 它就是 自己使用的住宅用地 那它怎么去形容 自己使用的这件事情 它就是说 所有权人或其配偶 或其亲属 之后怎么证明 它是自用 于该地 伴郡 户籍登记 无出出货 供营业 使用之 住宅用地 请各位同学 务必一定要熟 一定要熟 一定要熟 如果说 今天他问你 这个解释名词 何谓 自用 住宅用地 你这个定义 写不出来 真的 改口圈的老师 他会觉得说 其实 你根本对 这个东西的定义 你不懂了 你怎么会懂 这些东西 不管这个会不会考 请各位同学 我们学睡法 至少一定要把 什么叫自用住宅用地 先把它搞清楚 这是我提醒各位同学 第一件事情 再来 你今天 你考上了 你当地正式 你要职业的时候 其实 这个都会用得到 你要怎么去帮客户 用一生一次 用一生一物 或者是帮他做一个 重构的一个退税 再来一个买卖案件 买卖完之后 客户一定 就会很无厘头跟你讲说 带叔我要 我的税金 我要用比较少的 你会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就是说 他的意思 就要跟你讲说 我现在 我买了房子之后 带叔 你要帮我去 申请自用住宅优惠的 地价税 跟自用房屋的 跟自住房屋的房屋税 所以申请自用住宅优惠 地价税率 英贝的文件 有什么东西 这个很实物的东西 请各位同学留意一下 有可能会考出来 记得跟公家单位 跟公家机关申请 不管你要跟他申请什么东西 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凭证 你要跟公家机关申请东西 到底你要 有什么凭证 他们才会来做受理的这个动作 所以 如果你们看任何的考试题目 他问你应付文件 一定会有一个叫做申请书 各位同学记住这个逻辑 他如果问你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不管你会写不会写 你一定要知道说 随便写 一定要写个申请书 表示说你拿这个东西出来 跟一个单位去做一个申请 所以一定会有申请书 好 再来 我刚刚所讲的 什么叫自用住宅 你自用住宅 就是说 我去申请这个东西 就是我是我 或者是我的配偶 或者是直系亲属 要住在这边 那要住在这边 表示我这块土地 我这块土地上面 一定会有什么 我这个土地上面 一定要有建筑物 所以 你要申请自用住宅 优惠的地价税率的话 你一定要申请书 还有建筑改良物的证明文件 去证明说 我有自用的这个事实 再来 你申请的期限 就是在每年地价税 开征的40日之前 也就是每年的9月22日 以前要提出申请 那预期提出申请 不好意思 明年再来 你预期提出申请 就是你申请之后 隔离才有适用 好 那原本你今天你买了 你买了一间房子 申请了这个自用住宅 结果你今年考试 因为你的努力 你今天考试 递正式考上了 你就考上了之后 你就把事务所 设在自己的家里 那你还有致用吗 所以你自用的定义是怎样 无出租或供营业使用吗 你自己开业当地正式的话 你就是营业使用了 所以等到你考上了 你把事务所 设在你自己家里 你试用 自用住宅 优惠特别税率的条件 是不是就消失了 你消失了之后 你要赶快去做一个申请 申请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做致用了 如果你没有去申请的话 就是会有罚则 那怎么罚 记住 我们的 基本上 我们如果有 我们如果有隐匿 或者是有 像这种有逃税 有这种 或者是知情不报 这个的处罚 它的处罚都是固定的 记得 叫连补 连补 带 这个代码 连补 带 就把 原本的 你该 原本你说 你是用自用住宅 优惠 低价税率 但是你已经 在做营业使用了 你没有去 你没有去 做一个申报 那所以 他 克你 低的税率 这个部分 不足的部分 你要用一般税率 结果他是用 自用住宅 优惠 低价税率 所以 你要先把 不足的税额 你会先把 不足的税额 先补回来 之后 他还会 再罚什么 他还会 再罚一个 你 违反 这个规定的 一个罚缓 三 三倍 以下 看一下 对 三倍 以下 我们第七页 还会再罚一个 除 据短 逆 逆 税额 或 付 三倍 以下 的 罚缓 这个就是整个 跟自用住宅有关系的一个考题的一个类型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八题 我们看一下第八题 那第八题这边呢 他会说 以房屋税条例的规定 他问你说房屋的定义 房屋税克征的对象 跟纳税 医务人跟戴桥 医务人 还有他的税率 为什么我特别所有的这些 跟我们土地税法有关系的 我特别的拉房屋税出来 因为我们最近就是一直在讲屯房税 我们根本没有这个税的这个名目 什么叫屯房税 根本没有这个 屯房税 他就是从房屋税里面 他授权各职家是县市政府 他可以按照房屋持有的户数 订定房屋税的差别的税率 所以我请各位同学 特别留一下房屋税 第一个房屋的定义 第二个客征房屋税 客征房屋税的这个 客税的标的一定要知道 再来缴税的医务人是谁 最后就是税率 尤其是税率的部分 稍微把它留意一下 因为吞房税的关系 怕它搭配食事体 它最主要吞房税 它就是因为房屋税条例里面 有针对房屋税的税率 可以定定差别税率 再来旁边第八页 再来第八页 在移政税法的这个部分 请各位同学留意一下 移产税 什么叫移产总额 什么叫移产禁额 移产税 什么叫移产总额 什么叫移产禁额 什么情况之下 它是有移产税 它的扣除额 它的免税额 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再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它虽然它不是移产 但是它会被视为说 以移产来做计算 这个都是我们第十题里面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把它给融合在这边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留意一下 因为移产与赠余税 他们移产税跟赠余税 其实他们两个税 规定的东西都很像 规定的东西都很像 所以如果以历届的试题 这样来分析的话 大部分就是一提地价税 一提土增税 那房屋税跟契税 可能会合并一体 在最后就是 移产税跟赠余税 会出一体 以往都是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房地 合一税 所以就会变成说 有可能会变成出一个比较综合 比较全面的一个考试的一个考题的一个类型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把重要的重点 在我们考前的时候 我们都是把它有办法 就是像老师现在在跟你们讲的 这样子 我问你说什么叫遗产种额 你马上心里就知道 就想得出来什么叫遗产种额 什么叫遗产禁了 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哪些遗产它是可以不记录 我们的遗产种额里面的 翻过来第九页 第九页 好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刚所讲的房地合一税 就是不动产交易所得税的这种状况 那这种状况里面 有哪些情况 它是免纳所得税 这个题目跟隔壁的损失 所得损失 这两个题目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是免纳 我们房地交易的时候 是免纳所得税 是我们目前 所得税法不动产交易的 这个部分还没有考过的 我们之前课税的标的 那个已经考过了 税率也考过了 免纳的这种状况 是还没有考过的 请各位同学留意一下 免纳的这个状况 还有在右边 我们修法之后 我们移转 移转的时候的成本费用的认定 我们成本费用的认定 现在修法之后 已经变成了以百分之三 以三十万为限 这个部分也是历连来 目前来讲 这两个是房地合一税 还没有考过 如果真的要考出体 又好出体的 就是这两个部分 特别重要 有可能会出 请各位同学 自己回去 再把它给留意一下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土地税法 这个部分的考前提 考前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 从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在准备的一个方向 还有我们在答题 在思考题目要用的时间 还有写错的时候 大量写错的时候 怎么图改 怎么去修改 再来就是 比较重要的一些观念 再次跟各位同学来做一个提醒 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边 预祝各位同学 今年考试都可以请榜提命 谢谢各位同学 感谢观看